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岩岛是中国的国有领土 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9月22日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一艘公务船 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 擅自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 并企图冲着黄岩岛西湖 中国海警依法采取必要措施 对非方船只拦阻驱离 有关操作专业克制 首先我想重申那一点是 中国一如既往的坚持法治原则 依法保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我们将继续为各国企业在华合法经营 提供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良好营商环境 中国不是风险的来源 恰恰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坚定力量 无论是维护金融稳定 意志通货膨胀 还是应对能源危机实现率和转型 中国都是欧盟的重要合作伙伴 如果以去风险之名 行去中国化之时 反而是去机遇 去合作 去稳定 去发展 本身就是在制造风险 扩散风险 没有人能从中受益 中欧应当携手合作 共同抵制和反对 将经贸合作 犯安全化 犯政治化的行径 做抵御和防范风险的稳定器 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